各式水果果上糖衣 台湾常见的夜市小吃糖葫芦 近几年在韩国街头掀起风潮 甚至把韩国美食年糕写长都成了新口味 但这不只是美食输出这么简单 韩国媒体挖掘背后原因 竟然是因为留学生增加了 这群年轻人甚至被韩国政府视为是经济解药 教育部는 이런 내용의 유학생 교육 경쟁력 재고 방안을 발표하고 국내 대학에서 공부한 유학생들이 지역에 계속 머무르도록 인턴십 등 산업 체험 기회를 확대한다고 밝혔습니다 韩国教育部喊出的留学生教育竞争力提高方案 预计是在2027年增加留学生数量到现在的两倍 来到30万人 打造世界十大留学强国 从奖学金实习机会到医疗补助 目的就是为了把人留在韩国 因为光是这群留学生 预计能够带来台币1057亿收入 甚至向往当K-pop偶像的少年们 也不用砸大前面相关科系圆梦 就有机会拿到韩流签证定居下来 以补足韩国这命令的 少子化高龄化 就业都能下降的困境 而同样在亚洲的新加坡 吸引全球顶尖人才计划 早已行之有年 以高薪染财 来著称的新加坡 去年底平均月薪达到台币15.6万 远高于台湾的5.77万 有近四成的工作人口是外来人才 新国政府运用不同签证留财 让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 与外派签证年增率 分别达6.3%和6.6% 各种肤色的学生在这里学习护理技能 2019年开始 日本政府祭出 一共和日本人同工同酬 可以分红甚至拿到永久居留资格 2022年在日台人已经突破5.7万 十年涨幅高达152% 台湾俨然成为日本的人才摇篮 但反观台湾呢 留财不易 更不用说找人才了 连最大的薪水又阴 台湾远不及新国一半 又被韩国超车 国发会曾预估台湾2030年 将出现40万的人力缺口 当亚洲四小龙 其他国家祭出各种优势抢财 台湾呢又做了什么 东东新闻综合报道